社民連製作了一段影片 昨天也在Facebook那裏 阿Mo說話 阿Mo在立法會製作關於高鐵之類的撥款那裏 那段影片很清楚 好像如何成為一個KOL的訓練片 他舉個例子為何政府、地鐵和立法會的關係變成這樣 政府就被地鐵建高鐵 政府是消費者來的 然後地鐵這間公司就外判給一些興建商 海外、建設之類 然後那個興建商就撞到石頭 就回來說搞不定 要立法會給錢 撞到泥搞不定 他給錢 起不撤有阻礙回來拿錢 為何關係會是這樣的呢 公司按合約做不定的事情 延遲 有障礙掘到尿片、衛生巾、屎 今天又說檢查了很多個位置 港豬奧偷工減料的位置 又多了很多個位置 為何外判那間公司有事 反而反過來 立法會還要付錢 一定要付錢 這是什麼關係 沒有 新界鄉村地區有很多小工程 因為現在搬到鄉村地方 我目睹 有時候都走過 看到有些判口吹一下稅 首先 當起一間屋 報個價 用什麼物料 一張A4紙寫完 還要保證不會超支 只是夠錢而已 沒有其他東西 全部包了 還有搞不定的 是判口自己硬的 應該是 應該是 就算寫在合約那裏 都是 但關係可以 那個 鄉村那個興建雙棋 不夠錢的時候 走過來問你拿 然後你說No 然後他喝茶 喝了半年茶 最慘的是什麼 其實這一種行業的敗類 尤其是港豬奧 在一些大白象工程 都有一些真的做屋的裝修的人 其實都是出現這些情況 即是你說我沒有經驗 以你這些個別例子 不是 很多都是 起到半天吊 張先生 你那裏跟我談的時候 那裏的渠也不是這樣走的 現在 那裏要多加四個位 給我多二十萬 那裏要多公堂 那客人如果認是我改了 我現在原本那條高鐵就是東向西走 現在反過來我改了 我要南向北走 那是我的問題 那你加我錢應該 從頭到尾我都沒有出聲 不過你突然挖到一塊屎 你又回來問我拿錢 挖到一個井 你又回來問我拿錢 落大雨水浸浸濕了機器 搞不定 改不及又回來拿錢 好了 然後咬兩咬 罵人又說人家拉布 拖時間 還好笑 但落大雨和拉布有什麼關係 沒有 拉大雨一齊講 現在是拉布的 現在 送完古井又是拉布拉出來 巴士不能夠站 都說拉布 在立法會那裏拉布拉拉一下 就導致天下大雨 然後浸了你的機器 沒錯 阿長毛說的就是 你開工之前 應該已經是全都打破了 應該找地質發展 抽曬 整條路有什麼 照光光下面有沒有石頭有沒有井 你應該照光光光 你前期勘探工程做足的 是不是應該這樣走 你決定了 通常有個不差的 還有有個Plan B的 頂籠是給你 在超乎預計之外 可能10% 或者15% 但現在是30% 600多億 800多億 過千億 我原本預約一百萬 你跟我裝修半年 突然停工 然後問我多拿一百萬 我為什麼拿一百萬 我現在不夠 我沒有改過 我現在不夠拿一百萬 我去報了 我現在不夠說 你這間屋子很長 那間屋子很硬 那間屋子很塞 然後我每天都掘到死老鼠 那間屋子 那間屋子 很久以前 我看BBC 大家都可以Google BBC中文版的網頁 有一篇很長的文章 討論英國為什麼不起高鐵 因為全歐洲都在說高鐵 為什麼唯獨是英國不起高鐵 還有在勘探前期工程 聽說英國政府要考察的地形 用了十幾二十年 它是有了流程 有了標準 不說多 完善的考古地上有什麼 挖一下挖一下 越挖越多 索性 索性就不起高鐵 不挖 因為知道下面真的很多東西 你建一條高鐵 然後要保育 遷移的遺址 遺址 遺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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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整條高鐵上萬次斯特 或者上利物浦 那原線高鐵有多少為止 別人寧願放棄經濟效益 譬如說優化原本的鐵路系統 都不起高鐵 因為支路挖下去真的有很多東西 很簡單 電信箱 其實最值錢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之前在地上已經鋪好電線之類 那時PCCW為何這麼發達 為何Cable那時這麼發達 他們未做收費電視之前 他們已經鋪好線 未鋪香港電信 香港寬頻 靠岔之類 他們沒有這些網絡 那你就要租 原本已經開了渠 租給你 我扔了錢開發 再另一個例子 大家在宵夜城 我和阿鵬和阿亨搬了雞翼、香腸 帶了三點式的鋁 彈 然後走到燒烤牆 整個燒烤牆都沒有人 只有一個炭佬 剛剛有人收拾東西走 還在穿著 他還沒有淋水下去 我當然第一次走過去 我們接 為何 我不用蓋那個爐 那爐本身已經有些火 如果我蓋高鐵 你一早知道 本身已經有古老隧道 那我不用掘到這麼金 那就是說 你無論如何都要 找一些方便的方法 去勘拆一個方便的通道 不是就這樣掘 再另一個例子 大家去沙灘 夏天 那你沒事做 當然和女兒不下去游泳 就是在那裡堆沙 然後掘一下掘一下 掘一下掘一下 掘一下掘一下 讓水引進來 去自己城堡 如果你掘一下掘一下 然後掘到沙裡 發現 嘩 有汽水罐 有石頭 有被人套 有煙頭 那你不會繼續在那裡掘 不會這麼笨實 是啊 還有那時候 又講到N年前 鄭宇華年代 的發展局教高鐵 那時候其中一個大條道 為什麼高鐵 不可以建在元朗 就是那裡 為什麼一定要在心臟地帶 一定要在這個 柯士丁站 那個成本 一千億 原來穿了一半以上 去掘二十多公里的隧道 哇 斷公里計 是灌絕整個中國的 而且你也挺反智的 因為大陸我真的去不少地方 也都見過大陸不少的高鐵站 不說多 北京南站 我舉多個潘如站 大家應該去過 這個其實是遠離市中心的 另外深圳北站 也是遠離市中心的 這個也是其次 最經典的就是北京南站 這個可以說是第一代 經戶高鐵的時候 北京的高鐵總站 北京南站 我十幾二十年前去過 那時候那個南站 小到現在大埔太和的火車博物館 真的很小 是這樣的 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又臭 地面又有水積 因為很少人在那裏搭車 那些是搭那些山卡 慢到媽媽都不認得那些火車 即是被人歧視的 即是逢車要讓車 那些就在北京南站開了 即是那時候北京西 或者北京站 就很厲害了 那些又可以走什麼京九線 那些快車來的 嘩嘩 他不是找一些豪不顯眼 因為又方便收地 不值錢的地方 改造了那個高鐵系統 在那裏搞北京南站 現在成為中國其中一個最大的火車站 你怎麼會想到 好像香港那樣 在市中心地帶 我都說到口臭 自從有風中三指 我都說了很多次 高鐵我都說了很多次 接著有一條茂里 又是星期六寫了一個網誌 即是 不知是頂呀 之類 總之他又出來說 類似 出來解釋 為何那些人不斷說大白像 其實他不明瞭 那他舉回九七起機場 然後對香港那個 那你都懂得說九七起機場 因為啟德那時候是 不夠用的 起機場 現在香港有多少搭高鐵 是啊 當時興建西鐵 有很多人交叉 現在興建西鐵 又成為了那裏的主要幹線 即是他一系列去解釋 那些人不斷說大白像 那些人興建了 將來 大家會見到成效 但他又不講啟德 但他又不講啟德 都是拿著矛盾 一個社會的地方 基建 不代表要削減 有些福利 還有有沒有超支 即是你幾條腿走路 玫瑰瑜計說有沒有超支 有沒有說 起起起那條青馬大橋 好像現在港珠澳大橋 那樣飄移 即是你起了這些 有什麼驚見 香港人的命 就不用要的 我撐些爆粗 真的很想爆 那一下那個字 撐些少少 所以 這是什麼網子來的 所以垃圾桶劉剛華 星期六上的時候 他又說了一句廢話 如果現在你馬上批 今年之內一定不會超支 嘩 夠僵這樣說 你不要到時一會兒 隨便自己拿尺彈自己 弟弟 那就是空虛 沒有彈開的 其實超不超支 不是你那個合約 工程那張單 他就來拉布 他說你今年批 今年一定不會超支 那明年是超不超 整班狗賊 又訪問一下黎廣德 1997到現在 香港建的那些 所謂大白象工程 那些跨境口岸 跨境通道 跨境鐵路 跨境鐵路 好像是 用了二千多億 加上高鐵 二千四百多億 加上曾俊華 做了財政司司長 這麼多年 每年派堂四五百億 三四百億 保守估計 你加一加賣賣 那應該六七千億 就沒有走雞 是啊 其實經常穿梭兩地 六七千億 我有點憑 起飛 已有的配套設施 是不足以堅持 配合到97年之後 香港的經濟規模的發展 增長 在一個樽頸 在交通配套上 所以就有一個 二千億的玫瑰圓大計 這是第一 第二 越來越多人 就搬入了新界西北 元朗屯門 天水唯一大居住 看到屯門公路和青山公路 已經受不了了 整個塞車 所以就要建一條西鐵 重點是 有一個迫切性 是需要使用 這個玫瑰圓計劃和西鐵 當時英國都是計算的 這條鐵路一直到2030-2040都可以 青馬大橋 老平說貴 所以由三層變兩層 如果不是大嶼山 就不會死了 東沖就不會死了 現在是說 這兩個大項目 是有個需要 那條高鐵 你有沒有數字 有什麼人會來香港搭高鐵 最新又有報道出 接下來那條高鐵通車 一定是不能坐的 就說用什麼 用這個叫做 商場 那個租金 的收入 來補貼 整條高鐵的營運的開支 接著最抵死就說 是參考數碼講這個例子 我們在數碼講上 看到下面的商場 很嚴重的 那兩間食肆 就是那兩間食肆 沒有那兩間食肆 就真的死了 如果數碼講 我們真的完全是有感受的 還有數碼講 下面那些是展館 那些是展館 那些是展館 裝置藝術 還有 我不知道戲院為什麼會開在這裏 星期一到星期四 沒有人看戲的 是沒有人看戲的 只有星期五晚上七點半 有一陣 九點半有一陣 你還敢用商場的租金收入 來彌補營運開支 那些收入在哪裏 我都有點奇怪 你雞和雞蛋 你高鐵都已經沒有人搭 又沒有人走 那你的商場可以租多少 你租多貴 是的 你的商場沒有人走 你租多貴 在那裏拍翁 如果數碼講的例子 可能 我不知道你高鐵角來的規劃 會不會有些 例如雙下那些 馬交叉場 馬L場 馬L場 究竟會不會一筆 現在數碼講 有些生機的 就是什麼 還有一堆商戶 我們是其中一個 租他們的辦公室 還有下面的商場 我告訴你 商場真的死了 究竟有沒有 如果全部都是商場規劃 一個購物網 那你就糟糕了 阿鵬說真的 你都沒有人留 沒有人租 沒有人租 就好像 郵輪碼頭 你還敢死 要學數碼講的營運 這句輕輕的 那種無力感可以表達出來 還有 直通車去廣州 現在坐高鐵 好像四十八分鐘 快了十多分鐘 還有 我告訴你 譬如賣些東西 我真的不太懂 其實 你有什麼特色 要人消費 高鐵站的商場 這麼大 哇 整個澳海城 加了IFC ICC 這麼大 你還要是沒有人流 那你有什麼店舖在裡面 真的 那些店舖在裡面 和一些來到香港的人 走到其他購物網 買的東西 可能都是一樣 可能人數比香港的博物館還少 我想 他在說 高鐵本身不是靠商場 那些人光顧 他說增大流量 可以令香港的經濟起飛 馬少祥場 即是馬L場 發表的網誌 其中說 九七的時候 起飛機場 那些人說 浪費錢 鵬剛才卡好了 基本上是飽和的 這條馬少祥場 這個新機場 即現在不新 那個回報 是有四百六十萬的回報 西鐵 四倍 那個是九七之前已經起好了 現在他叫別人 不要經常說大白漲工程 要長遠一點 到時候高鐵通車之後 那些錢 真的 但他有沒有想過 當時香港社會的優勢 地形優勢 法律上的優勢 中國那時候的經濟都在上去 現在 九十年代 和銀片的吞號量 譬如貨物那方面 你誰叫人來 貨櫃碼頭 機場的客運量 你現在旁邊 我來打死你 深圳廣州那些 打死你 還有這個記者 問阿華少爺 他寫網誌 其實網誌 網誌有很多回報 有他不看 平時的網誌 你就是想想 Google 看看大陸學者 研究大陸交通發展的學者 之前都說過 北京去上海 這條高鐵路線 是賺錢的 其他全部都在虧錢 然後鐵道部現在是還錢的 差了多少萬億 只是還錢的